相信台湾土地开发公司前董事长邱富生 在任期间疑似涉险违反财报不实 24号以被告身份遭到检调约谈及搜索住处 另外还有五名涉案人员也都遭到约谈 经过检调漏夜征讯 邱富生原须以150万元交保 但等了四小时都筹不出钱 最终改为限制住居 我们连线记者朱俊逸 好的主播 目前担任国民党中评委的邱富生 在担任台湾土地开发公司的董事长时 涉嫌违反证券交易法财报不实等罪 台北地检署24号持搜索票 前往台开及邱富生与相关涉案人士的住居所 共六处地点执行搜索 通事以被告身份 约谈邱富生及涉案主管等五人道案说明 检调查出2020年台开公司财务出现状况 因而透过校权公司负责人 谢一同向金柱借款两亿余元 但邱富生疑似指示会计人员 将这笔钱作账成公司不动产买卖 同时登记在2021年的公司财报上 经检察官漏夜讯问后 邱富生需以150万元交保 并限制出境出海以及电子监控 但邱富生等了四小时人稠不出钱 最终改为限制住居 其余涉案人员也纷纷以数十万元交保 成立年代集团又曾任TVBS董事长的邱富生 还曾在1989年投资拍摄悲情城市 依据用夺威尼斯监师奖 今年更拿下第26届意大利 5.0远东国境迎战的 金桑树终身成就奖 如今劝因财报不实 以被告身份遭约谈 检察官表示 全案朝违反证券交易法 财报不实等罪方向争办 以上是为您掌握的最新前行主播